第1857集 那是当然 女人说 你不知道 中医学院这里的女生 都是偏保守一些类型的 刚开始的时候 是基本上没有人出来的 为什么现在出来的多了 潘比心强了 你听我说完 女人看了一号悬疑 这里号称十万学子 女生占了六到七成 女人多的地方嘛 当然会吸引男人了 刚开始的时候 有些富二代们来这儿 泡不到妹子 只能干着急 有人看中了这里的商机 于是就把这里开拓出来了 怎么开拓 这里的女生偏保守 他们不愿意做的话 难不成还有人逼着他们做 一看就知道你不是走江湖的 女人得意地说 现在手段多呀 再说了 谁还没个虚荣心 你看我拿不水锅手机 我看你有跑车送着回来 哪个不行动啊 社会风气这样 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 再者就是校园带这些东西 专门针对女生的 这玩意儿只要一沾上 那你就算完了 甩都甩不掉 那些人啊就是狗屁高腰 非逼着你们做不可 女人摇头道 这是有组织的吧 叶浩轩沉默了片刻 东阳借贷搞出来的 那只是个小人物罢了 真正的大老板 是这会所的老板 顺着女人所指的方向看去 叶浩轩看到了这里这家 比较上档次的会所 红叶会 他名下的产业很多 会所比较大头 还有欢乐夜酒吧了什么的 很多 这简直就是大金主 你说玩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吗 叶浩轩指的指这家会所 当然在这啊 不然我带你来这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这里面的都是学生妹 细花级别的 不过花费可不小 但你这种老板到这儿 肯定不会在乎那点花费的 行 谢了 这是你的报酬 叶浩轩微微一笑 他拿出了一点大钞 点都不点便甩给了这个女人 然后便向那里走去 老板 等一下 女人叫住了叶浩轩 怎么 叶浩轩回过头来问 没事 那个 你自己去那儿的话 有可能是进不去的 女人笑嘻嘻地说 我带你去吧 毕竟我是这里的老资格了 平时带去的人啊 都是靠谱的人 但是我看老板不像是条子 所以就破例带你去了 不过 你自己去啊 只能去普通的地方玩 我可以带你到高级点的楼层玩 哦 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 普通地方的学生没研制一般 而且玩的时候 不嗨不开心 高端一点的地方 都是研制高 而且玩的时候 还能放得开 女人笑嘻嘻地说 好 那就再麻烦你一次了 叶浩轩点头 没事没事 谁让老板你这么大方呢 女人笑道 哎 红姐 新来的呀 到门口电梯的时候 一个保安看了一眼叶浩轩 新来的 绝对靠谱 直接去天字层吧 红姐笑道 行 红姐带来的人我放心 天字层 保安按下了一个特定的按钮 电梯门打开 红姐带着叶浩轩进了电梯 这里的楼层总共是八层 天字层只有特定的电梯才能到达 红姐一路上在介绍着天字层的服务 赶等到了指定的楼层以后 叶浩轩走了下来 她交费办卡 身份认证 一系列程序走过之后 这才算是切入了正题了 老板第一次来吗 办完手续以后 是另外一个女人接替了红姐 来招待叶浩轩的 是的 第一次来 刚才来的时候 红姐介绍了这里的业务 我感觉挺新鲜的 所以就过来看看 把这里最好的姑娘全叫上来吧 好 女人点点头 她转身出去 然后带上来了一群姑娘 她笑道 老板 挑一个吧 不用挑了 全留下 叶浩轩瞥了一眼这些女人 以她的经验 她一眼就看出来这些女生 大部分的都是学生 而且从有些人的局促不安上 她还看出来 有些女生应该是不情愿的 独留啊 叶浩轩暗自摇头 中医学院的女生偏向于保守派 但已经是混乱成这个样子了 现在高校的教育真的是有问题了 全部留下 这让那个领队的女人微微的一愣 说真的 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豪气的老板了 现场十六个女生都是属于这里的高端的 叶浩轩连价格都不问 她就直接把人给全部留了下来 她没听错吧 没错 全部留下来 叶浩轩肯定的说了一句 她说 另外 你们这里最好的酒 带上来一百瓶先喝着 这 女人愣了一下 然后笑道 老板 我们这几个呢 都是厂子里面最高端的几位 每个人的小费是两万 这卡够的 拿去刷 叶浩轩甩出了一张搏进的金卡 啊 我这就去 我现在就去 女人连忙接住了叶浩轩甩过来的那张卡 她也是识货的人 她清楚能持有这张卡的人 资金都不会少于十个亿的 这是某行为了高端客户而特意定制的卡片 她完全不怀疑叶浩轩的能力 现在她屁滴滴滴的跑去刷卡了 片刻一个KTV的少爷搬着就过来了 那女人殷勤地跟到了叶浩轩的跟前说 老板 需要怎么玩 脱光了吗 不 不用 先喝会儿酒再说 叶浩轩笑了笑 她站起来道 美女们 认为自己能喝的站出来 叶浩轩的话音落下 在场的女人面面相聚 她们没有人站出来 开玩笑 这场面 摆明了是要把人往死里喝 谁现在站出来 谁傻 就算是能喝的 这会儿也多半不站出来喝了 一杯酒一万 叶浩轩跑出了这句话 几乎是重磅炸弹了 呼啦啦 所有的女人都站出来了 都能喝是吧 叶浩轩笑呵呵地说 不过我有个条件 站出来的至少得喝三十杯 你喝不完的话 就证明你不能喝 没问题老板 你想怎么喝 我们就怎么喝 一个女人笑嘻嘻地说 你除外 你又不是学生 来这里装什么嫩的 叶浩轩瞥了一眼的女人 毫不客气地指了出来 领队的和那个女人 都有些尴尬 领队的连忙上前倒 老板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今天晚上客人有点多 妹子不够 所以你千万不要记忆啊 我不介意 没事的 我们开始吧 叶浩轩笑道 一时间这个场面 就混乱了起来 一杯酒一万 那可是真金白银呢 谁不想多赚点 不到半个小时 已经有一批人喝趴下了 但是剩下的 都是比较能喝的 看他的样子 完全是没有 一点学生的样子了 你是学生 大几的 大三 中医治疗系的 女生回答 他笑嘻嘻地说 老板 我已经喝了十倍了 你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为什么来这种地方 来这种地方 什么地方啊 女生迷茫地说 这种地方 是你们女生该来的地方 你们是学生啊 中医学院入学的时候 就会有入学宣誓的 你把你的宣誓 给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吗 什么宣誓 你说入学的时候啊 那不就是一个仪式吗 女生不屑地说 谁还记得呀 这不仅仅是一个仪式 叶昊轩严肃地说 这是中医的精神 也是代表着华夏的传统文化 如果你来这里 不是为了好好学习的 你到中医学院来干什么 这个呀 我来换文凭的呗 中医学院的文凭 现在很管用的 就算是不从事医生行业 你拿着中医学院的文凭 到哪都会得到重用的 叶昊轩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她看了一眼 另外一个喝得差不多的女生 你呢 你是哪个系的 中医外科的 女生迷迷糊糊地说 我 我不是心甘情愿来这儿做事的 我是被逼的 怎么被逼的 我看中了一款包 可我没钱 我 我就从借贷公司借了点钱 可是这钱是高利贷 我还不起 我被他们威胁到这儿的 他们有我的裸赵 我是不敢不来 女生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以后还敢不敢了 不敢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可是他们威胁我不让我走 女生哭着说 你在说什么呢 给老娘滚出来 多喝几杯你就胡说八道了 这个时候 那个领班的跑了过来 她拉着这个女生就想外走 学姐 我不敢了 我刚才喝多了才乱说的 我以后不敢了 真的不敢了 你放过我 女生猛地一惊 她连酒都被吓醒了 她拼命地挣扎着 想挣脱女人 但是她的力气太小 怎么能挣得过 这些酒厂的这些老宝子呢 行了行了行了 不就是多说了几句话吗 至于这样吗 叶浩轩关了厂内的音乐说 对不起啊老板 这丫头新来的 就会胡言乱语 你千万不要听她胡说 她来这儿啊 都是跟我们签过合同的 学姐回头裴小道 我现在就给你换个人去啊 我喝到中途喝得正开心呢 你现在说给我换人 你是拿客人当什么了 对不起对不起 她之前喝的酒不算数了 我是缺钱的人吗 叶浩轩神色不善地盯着学姐 啊不是 老板当然不是缺钱的人了 只是只是 学姐结结巴巴地说 我怕她影响了你的心情 现在影响我心情的人是你 叶浩轩向外一指 放开人 滚出去 学姐看叶浩轩是真的发火了 她只得把那女孩给放开 毕竟叶浩轩是第一次来 而且表现出来的这么土豪 她可不想因此 而失去了这个客户 救我啊 之前不听话的人都被折磨得不像人样了 有人都被折磨得残疾了 我不像人样了 我不敢了 我真的不敢了 女孩喝多了 口无遮探 你闭嘴小贱人 你敢再多一句废话 我现在就把你关到狗场去喂狗 学姐大怒 她说着回过头 对着那个明显喝多了胡言乱语的女生 就是叶尔光 啪 这叶尔光更是让那女生惊慌失措 她惨叫着 一连撞翻了很多猪猪一语 你这个贱人 来人 把他给我关到狗场里面去 学姐大声叫道 几个大汉很快就出现在门口 他们伸手就向着那个女孩抓了过去 慢着 叶昊轩沉声喝了一声 这位朋友啊 今天的事情是我们的不对 我们向你道歉 但是这个女人必须要交代 我们现在就给你交个更漂亮的过来 一个大汉说道 可我就是看上她了 我就是要她在这里陪酒 怎么 有问题吗 你这是要多管闲事吗 大汉的眉头一皱 他冷冷地说 你这是在多管闲事 我到这里了吗 今天用轨的放线 我到这儿了吗 谢谢 就不用了吗 我到那儿了吗 我们下单 是好 我到达了吗 我就不卖了吗 我到这儿了吗 你不卖了吗 让我到那儿了吗 我们下单 我到这儿了吗 感谢观看